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糖尿病患者适宜吃什么水果 总共有9款 所以我分开两个视频和大家介绍 内容是取自 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中心的主任和营养师的著作 在里面抽出他的介绍和大家分享 有很多都是我要逐个字写的 如果有写错希望大家包容 第一样就是山渣 对抗腎上腺素 和能够 葡萄糖引起的血糖升高都有帮助 因为山渣有大量胡萝卜素 维生素C 红色素 山渣酸 果胶 解脂酶和钙质 而它所含的解脂酶 是可以触进脂肪类食物的消化 可以触进胃液分泌和增加胃里面的 一种叫微素 这些是功能的 山渣含有的黄酮 同类和维生素C 胡萝卜素 这些物质 是可以阻断和减少 自由基的生成 这样就可以增强 人体的免疫力 它对糖尿病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是可以增加 肝糖丸的储备 山渣里面的山渣酸 是可以显著对抗腎上腺素 葡萄糖引起的血糖升高 可以增加肝糖丸的储备 但是是不影响正常的血糖的 第二样介绍的 就是苹果 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和稳定血糖 因为苹果含有糖类 腺食纤维 维生素A C 胡萝卜素 苹果酸 铁 铃 甲 美西 很多种的营养素 在这里 苹果里面的多酚和黄酮类 这些抗氧化物质 可以减少肺癌的发生 预防原中毒 苹果里面的果酸和维生素 可以令人的皮肤很细致 而且可以帮助延缓老年斑的出现 所以对于美容是有帮助的 它对糖尿病的好处是怎样呢 原来它可以提高 胰岛素的敏感性 稳定血糖 因为它当中含有的酪 是能够提高 糖尿病患者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苹果酸是可以稳定血糖的 预防和辅助治疗 第二型的糖尿病 所以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吃 但是数量不可以过多 限在50克一天就很好了 第三句介绍是 柚子 这个是西柚 是可以增加宜岛素受体的数量 因为柚子含有 胡萝卜素 维生素C 维生素B2 橙皮甘 链 铁链 链 这些全是营养成分 特别是它含有一种叫橙皮甘 是可以保护和强化 无势血管 就可以预防脑吹血 而有脂的果酵不止可以降低 LDL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纯水平 而且是可以减少动物壁上面的损坏程度 那对糖尿病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是可以增强宜岛素的活性 减少宜岛β细胞的负荷 因为它其中含有一种氯 这个是可以增强宜岛素的活性 就增加了宜岛素受体的数量 同时另有一种物质是可以 消化分解脂肪 就减少 宜岛β细胞的负荷 第四样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 樱桃 这个是可以增加人体内部的 宜岛素含量的 它本身含有很多胡萝卜素 维生素C 维生素B2 铁甲鸿钙 全部这些营养素 它的含铁量很高 可以触进血红蛋白的再生 是防止缺脱性贫血 樱桃还有一种叫花青素 红色素 这些是帮助尿酸的排泄 是可以缓解痛风 关节炎所引起的不息 所以如果有关节炎痛风朋友 平时多吃一点 还有如果你又是缺帖性贫血 这个当日常水果吃多一点 是可以触进你的贫血情况 得以控制 对血糖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可以 增加宜岛素含量 那就有效降低血糖 因为樱桃里面 附含的花青素金 能够增加人体内部 宜岛素含量 有效降低血糖 同时它有丰富维生素E 对于糖尿病患者 防止并发症的腎病 和心血管疾病是有益的 建议大家每天吃8-10粒 太多也会是血糖升高的 所以各位朋友 有糖尿病的 都可以吃水果 看着你的份量来决定 我已经介绍了4款给大家 有机会可以多吃 然后还有5样 都是对糖尿病患者有帮助的 水果 那你继续留意收听 然后茶饭啦